好,让我们来聊聊一种可能改变一切的电池 你应该听过,固态电池这个词吧 这是下一个重大飞跃 它能让电动车跑得更远,冲得更快 彻底超越现在的磷离子电池 传统电池使用液态电解质 依然,占空间,能量密度有限 固态电池用固体电解质取代 不漏,不然,纯能量 这意味着更高能量密度,更安全 更快充电,寿命更长 听起来完美吧 但问题在于,耐用度固体层会裂 你还会长出资金导致短路 这就是为什么固态技术多年卡在实验室直到丰田出现 丰田宣布重大突破,解决裂放问题 预计2027或2028年上车 它们与初光新产合作 量产柔软的硫化物固态电解质 完美适合电动车 并与著有金属矿山开发 更耐用的正极材料 能承受大量充放电循环 丰田表示 新一代电池续航将提高20% 充电仅需10分钟 2030年前量产 若成功 我们将拥有比手机充得更快 月行更冷却 行驶更远的电动车 零起火风险 能源的未来是固态的 比你想象的更快到来 汉 误 si